你买了什么东西吗 这么多 怎么了 他摸了臭皮虫在我手上面 这不臭皮虫吗 手伤了没有 没有 他没有那尿 那尿都挖了 那你把他赶走呀 等一下要踩到了 现在赶他他会喷那个臭叶出来的呀 这是什么 这很臭的 这个是泥沙 这个是以后我去山上里开锅 被把雨伞 万一下雨的时候我就 用它雨淋了 我以为你买的是那种 我们打的雨伞 这个不够大吗 这个 这样子 嗯 夏天的话就会防晒一点咯 是啊 就是好不好重不重啊 拿去山上会不会很重啊 不会的 这个都有多重的 这样子吧 他不错就 我买了一个 这个东西 全部备好去山上里开锅的东西 你你准备在山上里卖什么 那城市呀 你城市不是快卖完了吗 你不是说有个老板过两天过来看了吗 他看了一吗 是不是 我看是山顶上的还没卖完了呀 那他来看了 你让他一起收走得了 现在我又生病了 哪里搞得来那么多 大哥那个鸡也没有空把它卖现在 我买的是很大号楼 为什么那么小 看我不亮 这样子 这个不够亮 今晚我就去 去山上里开锅 这个晚啊 是啊 你敢去啊 为什么 有什么不敢去 清明街还没过完呢 你去山上面 清明街跟我有没有关系 跟山上面的有关系啊 跟你是没有关系啊 你你一直说怕那些东西是不是 是吧 那你要去啊 我告诉你 我从我都不怕了 我还怕他是不是 他看到我可能他还要问我 不要去了 过几天先 你在院子也可以播 你为什么要去山上呢 山上面的话 他有那些 蟋蟀啊 这里也有啊 你们有青蛙那种 大自然那种声音嘛 也一样的 那天我们在山上面开锅 你知道人很多 很多人的 一样的 很多人想听那声音的 一样的 过几天再去 为什么过几天我都 我不用卖下诚啊 我听 你往上去院子里播啊 那我赶 我生病了 万一我有什么 我叫你 你又不在家 你又不在家 你看看这个 哪有不在家 清明节你还要出去 这个有有有什么 过几天先 晚上你在院子播就可以了 啊 那也行 晚上 晚上也可以照顾你们都是 你们是 你们是指还有旺财是吧 你还要照顾旺财是吧 照顾你们 那不是旺财跟 好时间 旺财这两天打鞭炮 放鞭炮了 发抖 躲着发抖了 第一次听到这么胆小的狗 这个我要充电器 这个充电能用多久 不知道啊 这个是什么 为什么不猜 那个是我 我现在不是卖那个 炸当局嘛 它是那个 生根水 这个是生根水 这个山顶上面的下层 这皮很细腻的 小伯爹你过来 姐姐带的那么好看的 这个是小九给他们买的那个 就是房子 他们会走丢嘛 人家不懂 会拿去吃 或者是 怕人家会拿走嘛 找了一个这个 套头上的 小伯爹 我要叫你呢 你能不能 礼貌一点呢 过来 又跑到那里 又跑到那里去 刚刚想去 晚上嘛 想去山上面开播嘛 在山上面开播的话 那个 场景比较好一点 他们小九又不给去 因为上次我在山上面开播嘛 很多粉丝都喜欢这种 比较 大自然的那种 声音嘛 有蜥蜥呀 有青蛙叫了嘛 很多网友都喜欢嘛 所以我今晚 今天我特意 去拿了快递我来 有补光灯啊 有那些雨伞之类的 我全部备好了 那么小九说不给去 可能是因为这几天 不舒服嘛 想 多一个人陪伴他身边嘛 有什么事的话呢 可以叫一声 如果我去山上的话呢 万一他哪里不舒服的 他叫 他会没有人 嗯 那我今晚就不去了 等他 好了先吧 好了 我再 再去山上面 大家开播哦 大晚上给大家开播 看一下我们大山里面的 夜景 好了 这个太长了 要剪短点 是不是 有个太长了 是不是 掉了 没有掉出来吗 没有掉出来了 帮你搞一下 对呀